在用腐劈村表现山石的时候 要注意山石的结构线和轮轻线 中锋用笔画的有些力度 小腐劈村呢 它是偏向于侧峰 注意按照山石的结构 进行它村的笔触的书面安排 在画两棵树或者三棵树以上的树木的排列的时候 要注意它的高低错落 方向的区别 然后呢 也要注意景物之间的这个空间的关系 包括它的遮挡关系 上色的时候呢 一定要透一些 尤其是浅降着色 不管是用折石还是花青 咱们这个颜色呢 要调的均匀 尽量呢 是薄涂多染 干一层之后呢 可以再涂一点 不要一次涂的过重 让这个笔触呢 特别的明显 画面染完了之后呢 要通透 厚重 做到色不爱墨 墨不爱色 这样的画面呢 会显得非常的单紧 通透又厚重 然后就是要注意它这个前后之间的关系 墨色层次变化 保持墨色浓淡的观点 啊